六港地政是不是有得要提供給民眾方便 都會沒有定期來做下鄉的服務 無關是政策的選擇 也就是民眾常常遇到的問題 都會一直來尷尬 希望幫助民眾好好來保護自己的環境 過往前 六個月來 我們就要去辦這個計程 六個月來都沒有辦計程來說 我們就要去辦那個地區 地區為什麼呢 六港地政是不是有來到六港的營養社區 為這些事大感慨生活當中常常遇到的地政問題 今天這個下鄉服務來說 是我們立行性的都會辦理這個下鄉服務 今天很歡迎來陽錯社區 來辦理這個社區服務 我們針對我們的鄉親 說有什麼登記方面的問題 都可以來跟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包括繼承的問題 或是說一些土地分割的問題等等 我們在講解當中 假如說民眾有遇到什麼問題 就可以馬上提出來 我們的團隊 包括了登記課 測量課還有地價課 同仁都會馬上來幫你解決問題 那假如說這問題呢 比較堅深一點呢 我們會有一個通知單 假如說就寫上一個電話還有姓名 我們會做一個日後的再一個更深入的服務 社區總幹事表示 很感謝六港地政的用心 幫助他們這些基民 解決有關地政的各種問題 我們也感謝六港地政 來到我們營養社區 跟我們做這個地政 一段職務的分享 比如說分割、性、種類別種種問題 我們一般的百姓 對這個重生比較不了解 我們也很感謝六港地政 來到我們社區 來對這個地政的地政的分享 我們社區所有的基因 讓我們社區所有的基因 讓我們社區所有的基因 可以了解 地政我們的管理在哪裡 我們的管理要怎麼處理 我們也感謝六港地政 地政客中表示 社區基民最担当的問題 就是優惠性的問題 如果沒有儘速來解決 時間拖廓後 就會變得很麻煩 沒有好處理 新中華新聞創定青 六港 蔡宏博德